各位同学 家长 下午好 我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陈嫣 很高兴有机会来给大家介绍 复旦大学历史学专业的强积计划 历史学系的学生过年回家 最怕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学历史干什么 你们在课堂上是不是试学盗墓挖坟的 历史系的学生就会问 说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去哪里 这是我们在课堂上问的终极三大问 如果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某一天早上你醒过来突然失忆了 那会是这么恐怖的场景 那么如果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国家没有历史 就是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失忆了 所以我们读福科的这段话就会知道 我们来自远古来自江河湖海 最后我们上岸之后回望的那个故乡 那个故乡是哪里 那个故乡就是历史 所以说人类之所以能够构筑文明 就是因为人类社会立足于历史经验 并重视历史经验所产生的意义 接下来我要从四个方面来介绍我们的强积计划 当然首先先要吹一吹我们历史学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说它是一流的学科 一流的专业 历史学系是复旦大学历史最悠久的系科之一 我们在1925年就成立了史学系 在1950年代历史学系就已经成了 响意全国国内最顶尖的历史学系 在1994年我们成了国内第一批的 国家文科的学生培养的重点基地 现在历史学系呢 有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 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和专业的门类 都是非常齐全的 从我接下来给大家看的这一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上面的标题所讲的 就是大师云集 群星璀璨 在从武林 从复旦 从北辈搬回上海以后 顾吉刚先生就在复旦历史学系任教 到我们再看下面这张照片 目前还活跃在我们教学一线的江玉华先生 在复旦的这个大师的传承当中 形成了非常好的传统 这个传统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教授都要担任本科生的教学工作 除了历史学系之外 我们历史学科还有非常多的学术支撑平台 所以我说历史学科在复旦大学 在全国是一流的学科 历史学专业是国家的一流的本科专业 这是我们培养学生的专业定位 既要培养理论素养深厚 具有创新研究能力和国际视野的专门人才 那让这些学生呢 未来能够推动国家建设文明建设 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 历史系现有专任教师68名 我们有一个特色就是郑教授的比例特别高 超过一半的专任教师都是郑教授 那这些郑教授未来就有可能成为大家进来以后强机班的导师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历史系的郑教授100%都为历史系的本科生开课 在过去三年我们一共开了200多门的本科生课程 其中有80几门都是郑教授开设的 历史系的学习离不开丰厚的图书资料 复旦大学有非常好的图书资料和数据库资源 那么我们历史系有在全国很有特色 收藏有特色 这个开放有特色的历史系的图书资料室 每年我们还投入大量的资金 让学生走出校园在祖国的大地学习 就是要行走的课堂触摸历史 那么第二部分我要讲我们为强机班的学生专门定制的这个两个一 什么叫两个一呢 叫一生一计划 一生一导师 刚才学校长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复旦大学的2加1本科培养方案 这个历史学专业是第一批进入2加X培养方案的这个专业 那么我们对于强机班的学生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会承诺为强机计划单独编班 每一个进入强机计划的学生 我们愿意为他制定量身定制每一个人独特的培养方案 这是我们专业必修课 你用这个必修课来强机 然后用我们已有的这十大模块来定制你自己的学习计划 那么什么叫一生一导师呢 在今年近来强机班的同学是非常幸运的 我们的系主任长江学者 伦敦大学古典学博士黄阳教授将担任这个强机班的这个班导师 我们会为每一个同学配备有高级执声的老师来担任你的学业导师 历史系还有三大配套政策来支持强机班的培养 那这个三大配套政策呢就是单独编班 动态进出本言衔接 看主任在接下来的这个发言当中肯定会讲到这些政策 我就不多说了 最后会讲一下四维训练拔尖培养 那这个四维是哪四维呢 包括多元交叉训练 多语言训练 国际化的培养和以学术研究来促进本科生的培养 多元交叉训练呢 刚才我已经提到过 我们目前的学习的设置里头就已经是模块化的课程体系 拔尖的这个强机班进来的学生 可以选择进阶的专业进阶的路径 可以选择荣誉课程的路径 可以选择学程 我们这里系里特别有特色的这个西方古典学学程的这个跨学科培养的 那么进入这个学程的学生呢 如果你足够优秀 我们会推荐你到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重镇 比如说建条大学 牛丁大学 哈佛大学去进行为期一学期或一学年的交流培养 也会有学生参加哈佛大学的奥林匹亚暑期营 这个交叉训练还包括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交叉 这是去年我们的本科生在刘永华教授的代理下 去江苏吴江的乡镇 去开展田野考察的照片 在复旦大学如果你问 哪个院系的老师因外语最好 那大家肯定会说外文学院 那如果你问哪个院系的老师懂得外语最多 那答案可能是历史学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系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小语种的这个教学 那多语种的多语言的这个训练不仅仅包括小语种的学习 还包括专业外语的培养和古典语言的这个培养 那还包括我们通过学术研究来促进对本科生的培养 从学生进校以后进入复旦书院 在书院训练营的这个基础上到最后进阶 我们会资助所有的学生 只要你能够有能力参加国际或者国内的学术会议 能够提交论文 我们就全额资助你 哪怕你去美国去欧洲 所以在这样一个国际化培养的情境当中呢 这是我们跟我们有交流合作计划的部分 这个海外的学校还没有放权 除了这些我们把学生送出去之外 在复旦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培养情境 因为我们海归教师的比例很大 院系有开这个全英文的课程 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外籍教师 参与到我们的本科生培养当中 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这个环境 跟留学生交流生在一个课堂上进行学习和研讨 那最后我花一点时间来着重讲一下我们系的荣誉项目 我们系的荣誉项目是依托荣誉课程来展开拔尖培养的 这是我们已经开设的荣誉课程 大家可以看到在开设荣誉课程的老师当中 既有像姚大利 吴景平这样已经功成名就 在业内非常有名的老一辈的学者 那也有像张青 于心这样终生代的 在国内也享有圣誉的学者 我给大家分享 这是于心老师去年他上出土文献课的这个情景 我们以前上出土文献课 只能在课堂里 在图书馆里 让大家读纸念的这个文献 那么于心老师呢 又受这个荣誉课程的资助 就带着他课堂的学生去走了 追求之路 带学生去五威 张业 高台 九泉 嘉义关 进了这个藏金洞 到了文保所的这个库房 让学生亲身地接触到了出土文献 也接触到了出土文献产生的历史场景 那最后大家关心的就是历史本科生到哪里去了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复旦大学本科生毕业趋向就是333 那么我们系的情况也是一样 那我下面呢 用三代人的 这个四个我们的毕业生作为例子 来跟大家说我们的毕业生去了哪里 第一位呢就是前任的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吉先生 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是我们1951届的毕业生 这一位曹锦宁先生曾经担任过 凤凰卫视的副台长 他是我们1982届的毕业生 那再给大家看 大家比较年轻的 这一位徐玉瑶同学 是2015届的毕业生 他这张照片我昨天跟他要的 他说背后是朱穆朗玛峰 他现在是人民日报驻西藏的记者 他在学校的时候 拿了挑战杯的特等奖去新疆之教 毕业以后去了西藏 这一位朱佳琪同学 是2015年通过我们的自主招生 伯雅碑进入复旦的 现在在美国的这个多伦比亚大学 东亚系学习 继续中国史的研究 最后我要用一句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话 跟大家共勉 历史不是光 不是真理 是对光和真理的追索 追光的少年们 欢迎你们来复旦大学历史学习 好可怕 全部都满了 没见订阅